要求婚 最近怎么样 那他在忙什么 一样啊 忙研究 金马蚁帝莫子怡在电影明明中 饰演工作狂听问学家和妻子邓九云 仅仅无话可说面临婚姻危机 小莫哥你拍这部片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保障 2020年 小莫哥你结婚真的太默默了 大家突然才知道 结婚这件事情就真的是 两个人要去共同经营一个新的家庭 他可能就是要陪着你走下半生的亲人家人 以前不管是单身还是有女朋友 可能都是以自己思考出发 但是结了婚之后真的会比较想说 家庭就是两个人 或是说我们的未来 我忘记了 你是被拳了吗 没有 没有啦 有共识了是不是 我们应该是就是 讲一讲就 坦白讲我私底下不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就是成就 就是都把focus放在工作 对对对对 对你这样讲 好像 对对对对 然后难怪 大家会找我演这个角色 我其实也会自我警惕说 譬如说我结婚五年十年之后 我被变这样 婚姻一开始也许 我们都有很好的想象 然后都有很好的憧憬 但是会不会三五年之后 你就被打回原型 结了婚之后我很佩服那些 同样演艺圈那些有小孩的朋友们 他们同事兼顾事业家庭 不久前那个温森豪才跟我聊过一件事 他其实会很羡慕 就是像我们没有小孩 然后可以完全投入一个角色当中 因为现在他有小孩要顾 可能每天的行程 你不是完全为自己 甚至说为角色 我很想为自己的小孩 现在没有打算 那你有想象过自己会是怎么样的报复 我应该会蛮慌乱的吧我想 你会跟小孩娃娃一起吗 我不知道 你跟你的猫怎么互动 我现在发现 我会一直跟猫讲话 以前不会 但现在会 你要干嘛 你现在要干嘛 你现在是要出去散步吗 可能无形当中也真的觉得 猫是我的小孩 这样子 电影还有前世今生情节 莫子宜在现实生活中 也曾找人算过前世 因为以前 我高中的时候很流行 就是催眠 但是我就好像有 窺探过自己的 前世 前世 某一世吧 就是曾经是个 杀了很多人的贵主 然后惩罚就是睡不着觉 对 因为前辈子照太多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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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